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請大家like、comment、share 以及subscribe我的channel 很久沒見,差不多整個星期 對,大家好,又是我 又是我朋友魏文青 今天有一個朋友 就是這個 Momo Hello 你出鏡吧 Hi 你這麼害羞嗎 Hi 想走路 想走路 給她吃 她行不行 用東西吃她行不行 人家會不會說我們弱儀 不會啦 你看,多開心 拍不到她吃東西 我拍不到 不要緊 為什麼Momo今天要出鏡呢 最近我身邊都有很多朋友 他們都是搞貓貓移民 或者狗狗移民 總之一些寵物移民的東西 你有朋友做這些寵物移民嗎 有啊 我有一個朋友 同事來的 他移民去英國 他自己本身有一隻幾年幾老的狗 他也特意帶她一起走 沒有放下她 或者沒有帶她 給朋友代養 而又有另一個朋友 他也想移民走 但是他有一隻很老的狗 他反而想等她可能 都八年歸老了 才自己走 不想她那麼辛苦 因為過去有很多東西 不一定適應到 我也有朋友 要移民 然後帶動物一起過去 然後也有朋友 因為動物 因為有十隻 所以太多了 所以就選擇不移民了 因為你知不知道 移民費 不只是貴的 動物也是很貴的 是嗎 如果他說十隻 有貓有狗 對 有貓有狗 那要多少錢呢 如果帶他們走 我想預計都要二三十萬 嘩 那真的很貴 對 因為你去 我想要預計 幾個月 或者幾個星期的時間 因為都要直入晶片 嗯 因為狗就有直入晶片 一早就 但是貓是沒有的 那你又要直入晶片 然後又要帶牠去驗身 檢查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打針 卡拉 然後 如果你自己不懂得搞 你又要找公司 那找公司 就已經是一筆錢了 如果你懂得搞的話 就只要給醫生費 打針費 還有機票 嗯 但是好像去到外國 有些寵物都要繼續 要隔離一段時間 是啊 要隔離的 隔離那段時間當然也是錢 所以這麼貴都應該合理的 是 還有我看過 我以為人家隔離 那些貓狗隔離 是困在龍那裡 但是我最近 有識朋友的朋友 是移民去馬來西亞的 那牠呢 就帶了兩隻貓 哇 牠們很棒的 牠好像有一間 差不多 200呎的房間 然後有兩個龍 牠是打開的 牠就可以走出來 走一下 遊一下 喜歡就回到龍那裡 那200呎都是那兩隻貓貓 自己享用 挺好的 不過這些是要一些很大的地方 即馬來西亞 哇 很大 還有紫水比較低的地方 嗯 才可以這樣做 我想如果是移民去英國 澳洲 尤其是澳洲 會更加艱難 因為牠入口這些動物 和這些植物 都是很嚴格的規管 是啊 我聽過以前 有些夏令營的小朋友 要去澳洲做夏令營 你知道牠們很喜歡 帶很多食物過去 會帶什麼呢 帶杯麵 過關的時候 不是吧 那海關就會打開他的杯麵 把裡面的雞蛋 乾的雞蛋出來 然後再給他一個杯麵 可以繼續走 但是家長應該知道 還有學校沒有指引 在英國 我的貓會給我來 那就不知道了 總之 我知道澳洲是很嚴謹的 所以如果帶貓狗移民去澳洲 都應該是難的 難的 會長 就是半年的時間 preparation OK Gloria 你有沒有朋友 他們可能想要移民 又養了寵物 想交給你去領養了牠呢 我想我不會 也沒有人這樣問我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 應該要養牠直到百年歸老 就像你養小孩 都不會養一養 丟掉牠 不要的 我覺得寵物就是你一家人 所以我不會接受 而且我在這裡也不鼓勵 我不鼓勵那些人棄養 因為移民而棄養小動物 是的 也是的 其實你自己 從小到大 養了多少寵物 我?我? 嘩 養過也挺多 看數來聽聽 我猜你也有貓貓狗狗 我猜你也有 我最小的時候 我想跟一般人一樣 都是養龜 巴西龜那些 小小隻 是的 巴西龜 但是很容易死的 是的 而且小時候不懂養 是的 然後我有養過兔子 兔子 你也養過嗎 我養過兔子 兔子是一個 不停吃東西的小寵物 而且不停餓食 哈哈哈哈 那不是很臭 是的 很臭的 但是小小隻你也不覺得 嗯 都 因為可能是比較便宜 就是比較便宜 嗯 所以小小時候 家裡就不會去買 買些動物給你 很貴 是 所以就會選一些比較便宜的 例如我講的巴西龜 或者兔子 五元隻 我記得我小時候 兔子是十元隻 哈哈 小時候有鴨仔 雞仔買回來家裡養過 都 那些好像是兩元隻 咦咦我們在暴露我們的地獄 哈哈哈哈 你經常都暴露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呢 以前小時候 有跟家人回鄉下的 是 那我試過呢 就是有養鴨仔 嗯 回鄉下 是啊養鴨仔 真的挺有趣的 哈哈 不同的 你在鄉下養的那些 就一盆地養的 一盆地養的 一起趕去池塘那裡 去游水 餵食 在香港 這些居住環境 石齒森林裡養 就養了一隻 哈哈 找一個紫皮箱 養著 對 裝著雞 對 很多時候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養了蝦就不見了它了 它不知躲在床下底 床下底是哪個位 然後就 不了了之 我猜我媽媽 應該有善後 應該會找出來 你這樣說一下 我記得 我小時候養過一隻龜 它不是巴西龜 來的 它是 本地雞 哈哈 本地 龜 來 我們先說個急口令 雞貴還是龜貴 哈哈哈哈 問你雞貴還是雞貴 雞 問你雞貴還是龜貴 問你雞貴還是龜貴 對 那你怎樣 你就是中國龜 本地龜 中國龜就讓它到處走 是 有一天 看到它 嘩 它竟然養了一隻雞蛋 但問題是 它又沒有拍檔 但我不知為什麼 是否可以單性分 好像繁殖 貴 它生一隻雞蛋出來 不代表 那隻雞蛋是受到精 會可以呼到龜仔 小姐 哈哈 這個是一個性教育 哈哈 救命啊 哈哈 然後呢 我很照顧它 那時候會摺東西 拿手工紙 摺了一個小兜 就裝了那隻雞蛋 那時候小時候 是不懂它 會不會敷出來 就放了在廁所 地上 然後我不小心 就踩變了它 哈哈 哈哈 你是不是很傷心啊 很傷心啊 哭到死啊 好像自己殺了一條生命 那樣的感覺 是啊 那時候真的是很低能 原來其實 基本可能是沒有受精 不是可能 是沒有受精 是沒有生命的 那你養了多久 它才生蛋 你那隻龜 我想都有一年 那你應該真的沒有 就是不是之前 人家搞它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兒童不宜 是兒童不宜 那還有呢 除了龜之外還有什麼 小時候有養貓 有養狗 都是在街上收拾回來的 非常好 以前真的很流行 收拾貓貓狗狗回來的 反而現在這個年代 很多人都會去寵物店買 是啊 因為講究什麼 品種啊 純種啊 貓要什麼 鷹短啊 又不知什麼 什麼鷹 特別品種 摩斯貓啊 狗又要什麼 柴犬啊 西沙啊 諸如此類很多 是啊 但是我們小時候 就沒有這些講究 都是養糖狗啊 還有家貓 就是小花貓 嗯 到我拍戲的時候 到我拍有一套戲 是威斯利的 叫做老貓 你有沒有聽過 有看過那本小說 是啊 那個老貓 我那個角色 其實就在本書裡面沒有的 我是做一個外星人 咦 咦 有些人家和外星人 哈哈 有機會我們講外星這個問題 哈哈 哈哈 然後我那套戲裡面有貓 嗯哼 雖然說的一隻貓 但是我們都會有幾好 我想差不多有十隻貓 因為通常不會來來去去拍那一隻的 就換一下別的 但是那十隻貓 都是差不多一樣的 顏色一樣的 最後我就拿了一隻回家了 那是不是真的跟寵物或動物去拍戲 是很難的一件事來的呢 尤其是貓是否更加難呢 我覺得呢 嗯 即是 不要說是否拍戲難不難 我覺得 我們現在跟牠相處 好像我剛才想叫牠上來 現在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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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叫牠上來 牠都不會聽 對吧 即是 我覺得真的 是難的 嗯 嗯 難的 尤其是那套戲裡面有一場叫做什麼 貓狗大戰 哈哈 是啊 是啊 很難很難很難 是啊 所以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看那套電影 哪裡找來看呢 我想 我是上網 Ebay可能 或者其他 好 又靠大家網友 看看哪裡找到的sauce 回來看 喂 他剛才mail他說牠在這裡 是啊 是不是 你聽到嗎 我待會再找牠出來玩 那其實是否在你的 即是從小到大到現在 一直都有這個動物陪著你呢 都算是 因為最 後來我自己的時候 即是再大了之後 那我也有養過一次狗 然後就是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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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即是你喜歡貓多一點的 我喜歡貓多一點的 還有我覺得貓狗其實都是很反映到主人的性格 你有沒有聽過呢 沒有啊 講來聽聽 養狗的人就比較活潑一些 還有比較外向型一些 而養貓的人就比較自我忠心一些 就不是很喜歡與人溝通的 我很喜歡貓的 我很喜歡貓的 我就覺得呢 最好你就不要貼近你了 蛤 遠來多一些 即是敢不敢 大家嗨一下 我又不覺得你很內向 小姐 你覺得我很外向 哈哈 總之我就是覺得 你最好不要經常靠你 即是我不太喜歡狗 即是牠經常很歡迎你 即是牠很需要你 即是你摸小牠一會兒 即是牠都好像很不自在 是的 但是貓不會的 貓就是大家都要有一個距離 是 是 你不要碰我 我不要碰你 是 喜歡就是牠 嗨一下你 是 你抱我都最好不好 是 是 牠喜歡的時候就過來給你搞一下 是啊 如果牠不喜歡的時候 牠就自己躲起來 是的 是的 那我覺得這兩樣應該是 跟那個養的人的性格 都是有關的 因為如果我是很喜歡 即是每天很開心地 有個盤 我當然想養一隻狗 嗯 但是我想有隻狗在這裡 純粹是 有隻狗是生物 即是我不是自己一個人的 有生物在動一下動一下 那便養一隻貓 明白 都是這樣 即是很自私 人類就是自私的了 哈哈哈哈 是啊 Dora 你養過這麼多寵物 都小不免會遇到生離死別的 有啊 好像早前幾個月 你有一隻貓貓走了 是不是 是啊 因為我現在在養一隻毛毛 我之前有一隻狗狗 如果有follow我的IG 那些朋友就會知道 那牠是剛剛對上十二月的時候 因為很多貓都會有那些急性腎衰竭的 是啊 即是很突然的 很突然的 牠不是長期病患走 牠不是的 牠不是的 牠是很突然的 即是 看到牠無端端放在那裡 不太動 顧慮慮慮慮 然後兩三天 那牠就走了 哎呦 即是很幸福的 不需要受很久的痛苦 是啊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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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都是痛苦 人就說是患不患 還病藏債 其實貓狗如果牠病得久都很辛苦 是啊 我覺得是很辛苦的 但我覺得 因為我養這兩隻貓 之前都有養過一隻貓 那一隻貓呢 都是養到九歲十歲 牠就是心臟病 那隻貓就是心臟病走了 都是很突然的 都是很突然的 那這幾年 即是 我之前那隻貓 到這隻貓呢 我都試過是 即是 以前那隻貓就是火化 就是這樣火化 那幾年後 即現在七年後 那這隻新的貓呢 牠走呢 牠也是火化的 但是現在火化呢 原來是很更新的 火化呢 還有呢 好像人那樣的 去殯儀館那樣的 哦 哦 即是有送別儀式的 OK OK 那天呢 那天呢 我去那個那個 零 即是送賓的儀式 那間公司那裡 那裡 那牠會火葬 你那隻貓貓 嗯 牠就會幫你充好量的 那呢 那一間房呢 就是給狗狗的 嗯 一間房呢 就是給貓貓的 嗯 我記得呢 我隔壁那間房呢 牠養狗的呢 人家有很多人去的 那我呢 那我就自己一個人這樣 嗯 就是我沒有找朋友在一起 嗯 我覺得 一隻貓走而已 嗯 我覺得這個就是那個分別 養狗的人呢 送別的狗呢 牠希望 會很多人一起去送別狗 嗯 但是貓的人呢 可能就覺得 哎 這個只是我自己的事 那我自己出現 那已經OK了 我陪伴牠 那你去到那個儀式那裡 那牠就會帶隻貓出來給你 就沖乾淨了 嗯 那就是陪牠最後一程 跟牠聊天啊 OK 跟牠說說話啊 嗯 那然後呢 牠就會放到那個爐那裡 然後就要自己按鍵 OK 就是不是牠幫你的 OK 是自己按鍵 那其實我傷心呢 就之前牠死的時候 我已經傷心了 嗯 所以我又沒有說按鍵 那一刻 說很傷心很傷心 嗯 即是接受了 是的 那由牠走那一刻起 直至去到火化 大概隔了多少天 啊 過幾星期啦 OK 過幾星期啦 OK 但是你都感覺到 那個動物是暖的 還暖 是啊 因為呢 這個是我女兒告訴我 嗯 嗯 他說呢 那些動物 因為牠是冰箱 那裡拿出來 嗯 所以牠慢慢解凍 所以你感覺到牠是暖 其實牠不是暖的 這樣 啊 哦 OK 明白 就是牠是在解凍 哈哈 很奇怪啊 我肯冰箱拿出來 也不覺得牠會有暖 不知道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跟你 你說很不同啦 跟你之前那隻貓貓走的時候 就是幾年前走那隻 那在殯儀儀式上 有什麼不同了呢 那之前那隻呢 他只是說 就是你 他就叫人來收走牠 嗯嗯 然後就問你 要不要一些骨灰 嗯嗯 或者要不要一些骨灰 做一些 souvenir 來留念 嗯嗯 只是這樣的 哦 就是沒有那些告別儀式啊 沒有自己禁制啊 是的 沒有這些那麼儀式的東西 嗯 現在是不是 這些那麼儀式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多了 那你覺得多了儀式好 還是沒有什麼儀式是好一點呢 嗯 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簡單的 其實我又覺得 不是很需要那麼儀式的東西 嗯 嗯 你覺得呢 我啊 那我覺得 各有各好 真是看客人的需要 未必有人需要儀式 但是有些人真的需要儀式的 因為 你的儀式過了之後 你就覺得 好似真是告一段落了 那你真是 當時人可以放下 那如果你沒有了這個儀式的 那有些人可能 就是 沒有看得那麼開的 那總是覺得好像掛著了 那樣 所以都是看人的 那我覺得是 可能就是做寵物殯儀的 有個選擇給主人就會好一點 是啊 而且他也會給你 可能是 拿回家 那你有沒有拿回家 我有拿回家 就是骨灰 那你怎樣擺 擺在某處 就是家裡某處 嗯 某地方的某處 OK 哈哈哈 因為其實骨灰 最好就是不要放在家裡的 沒錯 我就是想提你這件事 是啊 是啊 就是盡量都不要放在家裡 就是 no matter 骨灰 或者你把它變成一塊石 是啊 都好都不好 都不好 是啊 因為始終都不是一些好的能量 是啊 所以我沒有 總之我擺在某處 那你又覺得自己在幾年前 貓貓走了 和去年12月貓貓走了 那種不捨得的感覺有沒有不同了呢 嗯 嗯 我覺得這次經歷是重一點的 就是傷心一點的 傷心一點的 嗯 可能是因為 嗯 因為我沒有想到 不過上次那一隻也是沒有想到的 嗯 但是 可能這次是因為自己一個人去面對這件事 嗯 所以就覺得 嗯 傷心一點 嗯 嗯 不過也好 你很快可以 沒有這麼不傷心 但是這樣啊 我可以幫到你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我懂動物傳心 是啊 聽說你懂動物傳心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那些寵物離開了 尤其是養狗那些 它都覺得很傷心很傷心 要時間去慢慢才令到它們不傷心 是啊 他們很多時候都希望知道 他們那些寵物究竟離開了去哪裏 這樣 他們都會找一些寵物傳心師去幫他們 是啊 其實寵物傳心 都是說一些比較能量的事 是傳到的 我覺得是傳到的 其實我是不相信的 我覺得 我不是很相信 可以跟它溝通到 嗯 不要緊的 不是 就是你信沒有問題的 我們是接受有不同意見立場的 在這裡 哈哈 沒錯 信不信 就是信的 可以的便可以 不信不行的便不可以 OK的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說他們死了去哪裏呢 那我們的說法就是 彩虹橋 對 是的 但是他們去到彩虹橋 我聽過這件事 嗯 那是否他們都會有不同的任務呢 我聽說他們去到彩虹橋 都會有不同的任務 可能去不知道 就是我聽別人說 有些找到寵物傳心師那些 又說 我現在去負責去做義工啊 幫那些其他那些狗狗玩啊 或者是怎樣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 這個可能我未讀到這麼高班 所以我就 未聽過這個說法的 我只知道他們會去到彩虹橋 那裏 很開心 這樣 跟著就等他們下一次的 的投胎啊 或者他們的任務啊 做些什麼東西啊 這樣 嗯 嗯 嗯 其實都 對於 就是 全心是有效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貓貓狗狗走失了 那你可以 真的有能力去跟他們全心的時候 找回他們 找回他們 那你有沒有試過 是有朋友 不見了貓狗 而你用 你的寵 有限的寵物全心 去找回他們呢 沒有啊 通常我的朋友 管理他的貓貓狗狗很好 不過有一個很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朋友 就 真的不是我自己 因為我和一個朋友一起讀的 這個寵物全心 那他呢 有個朋友 他就有很多蟑螂 蟑螂 是的 他的朋友就叫他 你幫我傳一下我的蟑螂 看看他們為什麼在那裡走不了 叫他們走 因為那個朋友就不想殺生 不想殺了蟑螂 但是蟑螂怎麼寵物全心 又不是寵物 哈哈哈哈 動物全心而已 我們是叫動物全心 不是寵物全心 昆蟲也能傳到的 他真的傳了心 真的 跟蟑螂溝通到 教他們怎樣離開房子 真的 觀眾信不信這件事情 可以跟蟑螂寵物全心 我覺得動物全心應該是 用心來跟牠們全心 還是用眼睛去跟牠們 我們一定要看到牠們的眼睛才能傳到的 就算我們甚至看照片 也要看到牠們的眼睛才能傳到的 話說有一次 我有一個有趣的朋友 家裡突然間有隻蝙蝠飛進來 那隻蝙蝠是好東西來的 好東西來的 如果大家看到蝙蝠進入屋 就好養著牠 這只是說笑而已 但是蝙蝠是福氣的代表 Anyway 我們就在那裡開玩笑 跟蝙蝠傳一下心 看看牠怎麼飛來 做什麼事 這個迷失路 但是因為 我朋友拍出來的那張照片 是沒有眼睛 所以我們就做不到跟牠傳心 跟牠聊天 我想就算有眼睛 其實大家知道蝙蝠的眼睛很小 跟蟑螂差不多小 如果下次有幸 看到蝙蝠的眼睛 我就試試看能不能 再告訴牠 你就告訴牠 你看草蠻 或者蚊 可不可以動蜜傳心 但是我又很有趣 有一次我跟一隻狗仔去傳心 我問牠 你最近想做什麼 牠竟然跟我說我想去洗澡 牠想去洗澡 牠很久沒有洗澡 是啊 可能都一個多月 那其實呢 都很愛衛生 是啊 其實狗仔的眼包都很喜歡衛生 所以現在呢 都有很多這些 美容 美容出現 是啊 很多很多 我想差不多 每一區 可能都有十幾間 這些洗澡店 那你有沒有帶毛貓去洗澡 嗯 毛貓也是自己洗的 哦 其實貓是不是不用去洗澡的呢 其實貓呢 我們以前小時候 就說不用洗澡 是啊 是啊 但是以前那些是家貓 毛比較短 那現在那些毛 可能是比較長一點 還有現在那些貓又很矜貴 那我就會覺得 我想一年一次 OK OK 是啊 這樣咯 但是我今天經過 有一些地方 即是賣寵物的那些 他們都有寵物食 寵物食 寵物食 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你知道嗎 必須要說一下這個 屎賄一點 哇 現在寵物的糧是非常貴 和非常好賺的 還有有特別的 譬如有些是 以前可能是糧就是糧 但是現在不是的 你又有減肥 或者是平衡你那個磅數 是啊 又或者是 令你毛色漂亮一點 是啊 令你毛色漂亮一點 光澤一點 或者你經常令到你套毛 那些貓 就是套毛套得好一點 很多 我想有五花八門 五花八門 是 所以他們才可以找到 所以這門生意才這麼大 這麼厲害 因為產業很厲害 但是我自己覺得 日本貓糧 是吃到一些貓毛 是fluffy一點的 這是我自己研究回來的 那你是否餵日本貓糧給毛毛 是啊 它是吃普通貓糧 即是in-door那些 家裡的貓 我就再加一些日本貓糧 日本那隻貓糧 就是可以套毛 套得好一點 哇 它叫 它知道我們叫它 Momo Come 你叫狗嗎 你那隻貓 它怎麼可能走過來 是啊 那它吃了之後 混合了那個貓糧之後 它真的fluffy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它很fluffy 它這個人 不是 那隻貓 你有沒有覺得它很fluffy 喂 你是不是沒有梳毛 你是不是沒有梳頭 對呀最近沒有梳 所以不是很fluffy 不是啊 真的 加點 你見我以前在IG那裡 我經常看那些貓 那些在日本IG那些貓 是特別fluffy一點的 是啊 在趕緊你啊 過來吧 我們有沒有辦法幫我鏡頭拍著它 我們 要跟觀眾 捉到啊 喂 你遲一會兒 Goodboy 跟觀眾拜拜先 看兩秒啦 好嗎 小豬 拜拜 拜拜 下次見 就是拋開你那些小孩 好像有些子女一樣 對呀 好嗎 關燈嗎 那麼靈異 不是呀 它一錄就出事 不是呀 我拿到另一個 拖板 再次 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